哎哟说他今天我搬家了 就搬家第一天就有个朋友来找我玩呢 他说哦在这见到你了呢 你现在搬到新家来了 真是太棒了 他说要不我等等晚上来找你 我们一起出去玩呢 可以啊 但是我现在这搬家还没完成呢 他说他等不及要用我的新家具了 我哪有什么新家具啊 这家里不太空着在的吗 他说家具真的让他会非常的开心呢 他都不能强调他有多喜欢那些家具了 好那为了我们的朋友 现在赶紧把家具搬进来吧 我还列了一个搬家具的清单呢 我看看我们家需要椅子一个电视 还有一张地毯 一堆装饰品 一个冰箱 一张床 还有一个厕所 哦搬完了家以后 我要在九点钟之前回到家 好我知道了 那我现在赶紧搬家啊 咱们晚上不见不散啊 他晚上九点钟我搬完了家来找我 好 那我看看我们家现在 先布局规划一下啊 这边就作为客厅 这边就作为厨房 哎呦我们家还有二楼呢 二楼也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那我现在要赶紧啦 一点进度都没有 要赶紧搬家才行了 那我的家具在哪呢 哎 这怎么 也没有个搬家车之类 停在我们家门口啊 连连小的霍拉拉都没有啊 那我的家具从哪来啊 有这么多东西要搬 从哪搬呢 哦 不过有一说一 我的邻居家东西还是挺齐全的嘛 这要不就 哎呀 现在马上我的朋友来我们家完了 现在属于紧急状况啊 要不我们就先借用邻居的家具一下好了 这个邻居猫猫女士他们家的椅子好像现在用不上吧 那这个椅子就先借给我了啊 谢谢你啊猫猫女士 碰到这么大方的邻居 哎呦我还真是幸运呢 那不只有一个朋友呢 我们需要多一点椅子 一个家里只有一把椅子 那不太好看啊 呦 这个猫猫女士家正好也有冰箱啊 什么都有也太棒了吧 谢谢你啊猫猫女士 咱们就一次搞个齐全 这个冰箱就放在厨房里面 得 哎 放在这 啊 一下就有家的样子了嘛 然后正好这个猫猫女士家还有这些地毯啊 桌子椅子全部都有 咱们就一次性采购齐全 把这个椅子再搬回去 等会儿把这个椅子搬回去以后 再把这个地毯搬回去就行了 这个猫猫女士非常欣赏我这种新式的装修理念 她一直在那撞墙 假装看不到我呢 我感谢你默默的支持猫猫女士 那这个地毯我也拿走了啊 那这个地毯就放在 哦 放在这个 哎 冰箱前面好了 嗯 我的布局规划真棒啊 那这个猫猫女士家东西也搬的差不多了 再搬个什么东西呢 看看别的邻居家啊 有电话呀 什么的 上边 哦 有个马桶 哎 归我了 马桶归我了 这个家里正好邻居不在家呢 真是太感动了 这个邻居 肯定是为了封闭我搬家 所以才故意不待在家里的呢 这个马桶就放在 得放在有水管的地方 那就也放在厨房里面吧 等 放在这 哎呀 而且我这马桶是朝着左边背对着冰箱的 那这样的话 上厕所和吃饭的地方就分开了啊 哦 我这布局还真是很有可能小心思呦 这是什么 这有一个 电视专卖店呢 这么多电视啊 我现在外面看一圈啊 哇 全部都是电视 转了转了 那我看看正好我的电视也是需要的 也没有找到电视 那我就 搬一个回去 反正你们这电视这么多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造福我呢 哎呦 我这个电视怎么翻不过来呢 只能这样子 背对着放啊 那这个电视就作为我房间的电视好了 放在这 哎 这样子的话 我的房间也可以看电视了嘛 放在下面一点 放在这 那下面的话 我还需要一个正面的电视 放在客厅里面是吧 那我们还是先去别人家看一看啊 这回大采购了呢 算是 哦 这有一个河马先生家吗 还是野猪先生家呀 这野猪怎么在门口守着呢 看他他们家的这个家具 我暂时是先不能想了 那我们看看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啊 这边呢 哦 这边好像是一个祭坛之类的地方啊 哇 这有一个超大的大屏电视 哦 哇 不要白不要 我直接零元购了一个超大屏电视 这不比这个电视机专卖店里的电视好多了吗 哦 把这个电视也放过来 挂在这边的墙上吗 是 哦 太棒了 那现在我们客厅装饰的也差不多了 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啊 座位 电视 有了 地毯也有了 还需要装饰品 冰箱也有了 哇 只需要装饰品和一张床 我们家就差不多了 那床的话去谁家里拿呢 这边是个什么地方啊 呦 他们家还有个大站收音机可以用来蹦滴呢 这好像是个美术馆 他们家怎么 这啥位 到处都是楼梯上上下下的呀 他们家也没床 那这美术馆之乐的地方 这些艺术秦操我们就以后再逃也吧 还是先找床比较要紧 装饰品可有可无 呦 这个邻居怎么长成这样啊 这咋的啦兄弟 被车给撞了 呃 我来帮你排油解难啊 看看你们家 有没有床啊 只有一个沙发呀 那我帮不了你了 你自己 哎 怎么 怎么还打人呢 这邻居可能是把脑子给装坏了 那这边这个老鼠先生家 他们家有没有呢 哇 他们家居然有电脑呃 这看起来也不错啊 那这个老鼠先生正好在看着我 呦 我直接绕下来呢 哦 哦 他们家有床呃 呃 怎么分床板和床垫两个东西呢 我还要分两次搬呢 反正你上面有三个床 就给我一个吧 啊 谢谢你了啊 赶紧把这个床板搬回去 等会还要来搬床垫呢 哎呦呦呦呦 好重啊 这还是个钢架床 哦 我家在哪呢 哦 还在下边是吧 在这 把这个床放在 放在我的房间里面吧 放在这 哎 放在这个电视的正对面 呦呦 怎么回事啊 那个被车撞的邻居一直在那盯着我 快跑 哇 怎么回事 这邻居完全是盯上我了呀 那我去搬床垫的时候 得绕得离他远一点才行 他不在这吧 啊 你好 我又来了老鼠兄 我就不客气了啊 哎 把床垫搬回去 走了走了 这老鼠兄真是热情好客啊 我一边搬他的东西 他一边乐着在那直蹦呢 你别着急 我等会还会来的啊 赶紧赶紧 把这个床垫落到我的床架 叫什么去 我们家就有温暖的小床了 哎 哎呦 这床垫怎么放上来啊 这啥味儿啊 这咋回事呢 难道 还有什么安装诀窍不成 那这样好了 哎 这个床垫和床架就当做是两张床好了 那现在我们家就有了一张竹垫床和一个软床 哎呦 我还真是气死妙相 哎 不过现在怎么天色越来越黑了 赶紧啊 时间不够了 赶紧搬一点装饰品 那这个花儿花应该算是一个装饰品吧 谢谢你啊猫猫女士 咱们今天就总是在她家搬了呢 这个花儿就放在 放在这个进门的这里好了 等 然后还搬一个装饰品就差不多了啊 这边的书架和钟应该也行 哦 看看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六点钟吗 哎呀 老是到猫猫女士家来看时间太麻烦了 哎 等会儿啊 等会儿我把这个书架 哎 放到图书角这 然后把那个钟也拿到我们家来 那不就方便多了吗 谢谢你啊猫猫女士 真是大工无私啊 哦 快点快点快点 时间来不及了啊 还有三个小时 我的朋友就要到我们家来玩了 现在好像差不多了啊 那还有点时间 我们多弄点装饰品好了 看看还有什么好看的装饰品 可以弄回家里去的啊 这边好像院子里面没什么东西啊 这边还有谁家啊 有大象先生家 不过大象先生也在门口守着了 这边这个呢 又一个猫猫女士 你是刚才我们家旁边 那个猫猫女士的亲戚吧 你们家这地毯也不错呢 这个地毯也归我了 果然猫猫女士就是热情好客啊 他们家的亲戚也很热情好客 这个地毯放在 就放在我们家客厅里面吧 也非常的不错呢 放在这个电视下面 也太气派了吧 不过我都已经是个熊了 为什么还能用老虎地毯呢 自相残杀呀 相间何太极呀这是 大象先生家好像有个画可以搬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大象先生 这个画不错 他怎么打我一拳呢 哇 看来还是有小心眼的邻居的 哇 他直接飞起一脚打我呀 快快快 那打都被打了 那这画我不拿走 不是亏了吗 就把画挂在这 虽然被打梦了一只眼睛 但是有画还是挺不错的吧 完了完了完了 我怎么被打得 脸色都大变了呢 那我们还是到猫猫女士家来看看好了 还是猫猫女士乐于助人呢 把这个双刃搬回去 这个双刃床 怎么猫猫女士现在也小气起来了 看来这个小气是会传染的呀 他就不该跟大象先生做邻居啊 来跟他绕一圈啊 你别小气了猫猫女士 我就最后拿个双刃床就行了 这豪华双刃床 不比之前我那 竹架子摆床好多了呀 拿到了拿到了 我就知道猫猫女士 是假装不想给我家具的嘛 幸好有这些大方的邻居 我可以早日融入这个小区了 时间不够了 朋友来家里玩了 那么就结束了 拜拜